本節目內容只代表個別嘉賓及主持個人意見 並不代表本台立場 又來到我們這個電影有讀 今天第幾期嗎? 246 眨眼就246 我們通常是星期三晚上錄影 大概星期五有時候出的 去到246期 現在外面街頭都很混亂 有沒有影響你們的工作? 對我來說沒有很大的影響 是嗎?你的工作場所 都要經過一段路程要搭地鐵 我很少搭地鐵 我喜歡搭巴士 反而都沒事 不是太晚回去 另外其他有沒有問題? OK 都是OK 自由工作 自由開車 會不會有時間的限制呢? 我們可以在開始的時候 因為頭淡湯 我原本想選的那些 都是剛剛這個禮拜上畫 還有這個禮拜近這幾排 很多警員都說 生意真的不太好 尤其是晚上九點半的場 因為大家都很擔心 如果大家有那個 習慣來夜晚 或者下班之後看電影的時候 九點半是現在有一個 叫做危機的 怎麼說呢? 會報一下 因為我星期一那天 這個星期一 即是九月二日 去看一個特別的場景 就是遊麻地的那間戲院 怎麼知道 看完之後 他都說說 彌敦道 太子和旺角的邊有問題 有些公眾的活動 現在他用了這個字眼 公眾活動 所以大家就要小心點 公眾活動裡面 都牽涉到 即是地鐵下面那裏有事 巴士都有問題 我們就 都看到 巴士好像都還看到 你用衛星的手機 看到 好像都可以 怎麼知道 都不行的 你要當機立斷 如果你住一些新界的地方 好像小弟那樣 立刻要想辦法 回家 要不然你就等久一點 香港很小 始終都回家 那個基本上 都是一個叫頭淡湯 一個很好的介紹 誰知道他原來這個禮拜上 其實頭淡湯 我選擇 那些現在都成為了 可能出街的時候 都變了不是頭淡湯來的 那時候我選了 應該Anna很講 你知道哪裏叫Anna 知道 知道就講 還沒看 其實有點像 熊雀特工那類型的戲 就是講 他有個很模特兒的身形 那些 就是一個俄羅斯的特工 這個娃娃就是俄羅斯的那個 俄羅斯的娃娃 對 有些含意 說完之後 就證明你不知道 你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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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Trailer 這個Anna 跟那個猶太人 有關係 基本上 你這個都這樣叫猜猜 證明你完全 你料你都未知過 Anna其實最吸引 就是那個導演叫陸伯桑 嗯 他之前有一部電影叫Nikita Nikita Nikita 知不知中文叫什麼 Nikita Lolita 即是不知道 這個變成了電影有毒 現在很多人救病的 那個原因就是 為什麼那麼多主持 除了紀徒之外 很多人都不看戲 殘唐你 那不行 這個也變成了一個房間 Anna這個導演就是陸伯桑 大家都會用這部電影 跟Nikita 來做一個對比 Nikita 基本上 在香港 也叫做 墮落花 墮落花已經做過 應該三次 有一次 原廠版 法國版 就好像講英文 但是 荷里活也有個版本 那個也很出名 跑了兩集 電視劇也有 Nikita 香港也有改編 黑貓 那又知道 梁珍做的 林達華 還有林祖輝 那他有作用過你們 看戲就不少 不過全部都已經很舊了 好像這些都應該是 很出之前的 要安慰傳統價值 那我要 黑貓也有出禮 黑貓也有任達華做 而且拍了兩集 基本上 都是一個很經典的 一個叫做女特工電影 所以現在你說 那些什麼 那些 其實不是的 很多都是抄 抄這個 Likita Anna 也都 最關鍵 第一講特工 第二 這個是主題 跟我們這次講的 都有關係 俄羅斯娃娃最特別 就是這個戲裡面所說的特色 它就說 在這個角色裡面 原來有另一個娃娃 你會發覺 一個娃娃裡面 你可以一拆開它之後 它裡面有另一個娃娃 另一個娃娃 再拆開你 就又有一個娃娃 就好像在一個身體裡面 其實它有幾個娃娃的 最原裝的娃娃 就是最小的那個 這個就是俄羅斯的一個傳統的玩具 很多時候 如果 你去找 你帶個娃娃過來 這裏都 對 第二節的時候帶過來給大家看 這個 都 不講得是 叫做《頭淡湯》 另一部 就是《歷室極限逃生》 都跟我們這次的題目都有關 因為我們這次 各位同學選了 都是兩部韓語電影 這部也是這個星期會上畫的 相當之好看的一部戲 你看《大佬上錯身》 你看《大佬上錯身》 就已經看特別長的時候 很早看了 我給你做早 一個月之前已經看了 一個半月 你數下去不是 兩個月 很早就看了 這部也是上個星期看了 所以這次你們都選了《大佬上錯身》 加上另一部叫什麼 《驅魔士者》 這兩部《南韓電影》 其實都可以加起來 不如說韓國電影 做主題就好了 這個246期 就是《大佬上錯身》 和韓國電影 我們跟大家做一個專題的月檔 好 回到這個正題 《大佬上錯身》 嘩 好像在電影裡面 都不是這樣的型 兩個 很少拿槍 是不是用錯了 這是第二部戲來的 這是宣傳的poster 你也知道 我也不知道 因為除了那個影像之外 不懂韓文 沒有線實 這是韓國版的版本 應該是 還有這個好像大佬 撿得很有型 現在這個做小的那個 這個也有型 鎮詠 還有文說好像他當兵 現在當兵 嘩 每個人都很留意 證明現在韓風仍然很厲害 都知道他當兵 這張學步驟 這張比較像 不過大佬 就和這個 是沒有同場這麼多 這些演出的 只有兩三場 今天大佬上錯身 這個我們先問一下 大家的分數 好 因為我們這次 裡面有三個主持 有兩個編劇創作組的 兩個成員 新的客席主持 另外這個調查科 今天是你獨當一面 阿彪 好 葉班長 Gara和阿迪 三個給點鼓勵自己 好 好 要越做越好 衝衝衝衝 因為有些聽眾朋友 都有個回音 就說 其實對你有些救病 就說你不太膽講話 自己的項目都不做那麼多 空貨做得少 是不是呀 我不知道 其實有時候不用做功課的 不過是有風格 但我有做功課的 不是你猜 我有做功課的 為什麼呢 我說每一次都是唯一的 當你出來的時候 其實你做得好是應份的 做不好你覆水難收 成語動畫龍都教過大家 千萬不要覆水難收 因為你會壞一輩子 為什麼現在呢 因為在網絡上 那個光影隨時點擊 都要開回來看 咦 有壓力的 眼神 你現在才覺 現在才覺 每次都基本上 你會用精神來對待 每次都是最後一次 這次我們第四二百四十六期 你們差過多少次呢 大家數一下 好過多少次呢 你都要珍惜 但是這次呢 做好他 大佬上創新 我在開頭這一節的時候呢 就交給你們先講個分數 給大家聽眾朋友呢 普遍呢 你知道啦 各位主持裡面呢 你們怎樣看這部電影 大佬上創新 我們來找葉班長 先講吧 你第一次 這部電影呢 如果只是分數那裡 我想我都會給八分的 算是多分的 因為其實呢 看下去其實簡單易消化的 即它裡面的元素 所有東西都 還有有溫情 有少少愛情 那又有一些 尤其是它那些打的場面 我也都覺得它做得很好 嗯 還有就是 我很喜歡問一下 一些身邊的朋友 看完之後 一些的感覺 是 即他們是 或者是因為參加了這個 這個節目 就多了 有時候問一下人 你看了沒有 他們對這套的 整體反應都幾好 那我就覺得值百分 應該 所以就是 精詢了其他的老友的意見 然後呢 就給這個百分 那你都非常的感慎 或者叫跟風 哈哈哈哈 這個葉班長 就是叫做 他的那個分數呢 就是 給百分都叫高分的 算高了 是啊 對啦 因為人仔 你說不是很好笑 你幹嘛踢包人 哈哈 不是不是這個 好不好笑 那些笑料 我就覺得因人而異 但是整個故事 所有的東西 可以都是拉高分的 尤其是他打的那些 還有 大哥想 就是 對待一些 他往後 在那裡的一些家庭 或者的 親情友情那些 我覺得是寫得 都好的 過癮的 是的 那笑呢 就 我身邊這兩位的 男同 男組員 你們一場面看的 是 他們呢 就比較笑得厲害一點的 嗯 那看一下他們 又給多少分先 是 是 搶了我 他做主持 你要做的那些事情 你叫我 你叫我主動 是你叫我主動一點 不是叫你這種主動 這種主動 就是說 叫做 上個身 你變成大主持上身 好 那給你這樣 我就給 9.5分 其實是四方高分 為什麼 因為我其實很喜歡看這類型的戲 有笑 也都有 有感動 嗯 因為其實我自己給一個評論 就是說 覺得是 集這個 暴力美學 和這個 親情 那跟著 他自成一格 他有喜劇自成一格 因為你會看到 他 他韓國很多導演 當然會看港產片 那 那 當然的嗎 你真是自大受感 那 他又有 一定 一定 你都拿 之前有一套 很多人都很喜歡 就是炸雞特工 那 我拿那套來做一個 少少比較 那套 我會自己覺得 會 似 80年代的動作喜劇 而這套 就是90年代的感覺 但是他自己將它消化到 變成他們自己 韓國人自己獨有的喜劇的元素 嗯 我自己來解釋 那 有兩樣東西 你會發覺 現在呢 香港的那個 尤其是拿著香港片 來自大 是多了的 就是第一 尤其是多得 南韓電影 那他呢 就真的 好 好抱香港片 近期那些呢 好像各個走出櫃 那樣 我其實小時候看香港片 大 所以就有些 甚至 是很認真地 買版權回來 來去改編 整個韓國版 這些都有的 那 其實亞洲電影呢 就相當之多 日本呢 就是我們上一次都說 欺詐詩啦 那 直接都是來香港來做一個 做一個主場啦 那 其實都相當之過癮 好玩的 好似跟著做一部 大叔 都有香港的 好像說 有香港的 是呀 好像說 有香港的 與此同時 也都很多人呢 也都說 其實有很多些戲呢 你都會看到 用香港眼 嗯 我們香港人當然用香港眼 去看的時候呢 就往往呢 如果你就是 不要那麼快 立刻質疑自己 不要那麼自大 你真的發覺很多片 你會發覺呢 可以跟香港的 今時今日的香港片呢 就找到一些叫做是 門路呢 是串在一起的 那這個呢 就是 其實如果大家呢 有聽過 電影有讀呢 那我都說呢 這個呢 你可以說呢 有時候呢 就是在一個叫做 理性上 都會有這樣做 因為香港現在都有很多些朋友 很注目 香港的 尤其是是 呃 不是說很久啦 你從14至到現在 19 這五年之內呢 就有很多這些公眾活動的新聞呢 大家都會很關注的 而呢 裡面呢 就找到一些叫做時代的訊息 話畢來講呢 如果你用地球村這個角度來講呢 香港都是屬於 大家都說認識地球村 就是那個時候呢 香港是一個很代表的城市 地球村的代表城市 這樣就 這個 這個 其一之餘 那時候呢 我們已經有讀呢 都經常都是玩一種靈異的東西 就是用那些叫做塔羅牌 來看這些電影的時候呢 你就亦都發覺呢 他裡面呢 就在一個陣那裡 是有 用香港的角度呢 就找到 他跟香港有關 這個就不單止是這樣的 因為大佬上作身呢 他裡面呢 還有一些東西呢 就跟香港片 是更加有關係啦 不過呢 那個關係我們做一個 阿彪他還沒講的喔 不過 我們下節就跟大家講 阿彪你要等下節再講你的分數啦 好 阿彪你講啦 阿彪